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再次发现问题很多的 哥林多教会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项 他们答应保罗支援一项慈善的捐款 但是一年后款项还没有到位 于是保罗针对这个问题 好好的写信教导他们 有人说感谢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 各式各样的教会的问题 以及使徒的解决方案 有人也会疑惑说 这样一个问题满满的教会是怎样存活下来的 不会倒吗 这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不过在此 让我们先回到今天经文所聚焦的问题 就是给予和分享的问题 保罗在此首先提醒 上帝总是会首先赏赐我们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 或者是财物或者是才干 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负责之处 都有东西可以分享 甚至我们的性情也是可以分享的 就是温暖的拥抱 和善的鼓励的话语 食恒的代表等等 同样的 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欠缺之处 我们中间有人或者不善与人相处 有人或者经济上比较欠缺 有人或者没有特别杰出的才能 在此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支援 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领受之处 因此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是在有的地方分享 而不是在无的地方分享 在领受与给予之间 上帝不是刁难我们 而是上帝让我们在行动中学习彼此相爱 上帝按我们所有的富足之处来吩咐我们 要分享要给予 更重要的是上帝要让我们在需要之处 这就是智慧的分享 智慧的给予 领受与给予是需要学习 有些人不懂得接受别人的给予 好像那是什么不好意思或是很罪过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坦然接受 心存感 因为学习领受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的过程 这是一个健康的谦卑 有人需要学习给予 不要让自己的节省渐渐变成吝啬 甚至不只对别人吝啬 也对自己吝啬 求主使我们有愿意分享给予的心 在需要之处带着上帝的怜悯去帮助 而且是及时又及时的帮助 不延荡不缺少也的过度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有智慧的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